前方210, 请在高路近后右转,进入入六角圣道。 第二是北江大桥, 第二是逢城大桥。 而這三條橋是弘化於江面 大家看到這條江是很著名的北江 因為在整個廣東省有三條河樓是很出名的 一條是東江,東江是在維州的 還有西江,西江是少慶江門大 而這邊北面是北江 這三條河樓是廣東省很著名的河樓 這條河樓是由江西順豐縣的大茅山 即是由江西一路流到清遠 但是進入清遠才叫北江 未進入清遠之前是流經兆關、應德 所以在兆關和應德那一段 他們不叫北江,是叫征江 所以去到兆關,經常都會看到那條江叫征江 三條水,一個征節牌坊的征江 所以叫征江 而這條江是進入清遠地段才叫北江 它一路流向哪裡呢? 流向佛山往西邊流 流到佛山的三水 然後與西江會合,三江會流 所以叫三水 所以為何佛山會有一個地方叫三水 就是這樣 小慶那條西江 還有北江 以及另一條衰江 小師旁那個 讀個衰字的那個 叫三江回流水 也叫三水 這條河流 這條河流 青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